大家好,欢迎收看热港娱乐,我是主播风啸 在第四十八届多伦多的国际电影节上 刘德华其子英的新片《红坦先生娘》上 画特别贡献奖,都是首位画得该奖的中国电影人 刘德华表示这个特别贡献奖,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他代表着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比你所想象的更多 呼吁大家要勇于选择自己的道路 努力奋斗,做到最好 他还表示永远都忘记不到粉丝给他的爱 听说《红坦先生》这部电影都有些意思 根据他的电影简介,刘德华演《贵星》,零号演导演 而这一套《多伦多电影节》的《红坦图》 立刻就有了电影剧照的意味 令人分不清是戏里戏外,玩了一七真假剧照 假亦真亦假 感觉就是令人意想不到的零号风格 在荒诞的故事基调上 有对人性和娱乐圈的细微观察 真是很期待,快点上映 接下来我们看看假笑神的报导 就来41岁的假妖神JJ昨天以代言人的身份 出席了美容店的开幕活动 今年初JJ和老公范少皇全分辨 当日范少皇将离开首不变做了离婚 搞出了大头发的他,苦苦的哀求老婆的原谅 JJ随后贴出了全家福,平息了全员 6月底时JJ在社交平台发文《吐心星》 透露和某人无法沟通 后来他删除了贴品 再次惹来分辨的揣测 当JJ被人问到跟老公的关系怎么样 他直接说出了在边缘状态 有时被老公激到呕血,令人崩溃 他说曾经看过一本书 说有一对结婚50年的夫妻 一天会50次离婚的念头 他就是每天都想杀了范少皇100次的状态 他表示每次老公范少皇都粗线条 经常被他激到呕血 每天经历这些小事令他有些崩溃 虽然有时被老公激到呕血兼崩溃 但是JJ赠范少皇的脾气都挺好 说完就算了 夫妻的矛盾不会持续多久 说到他生日了 JJ已经开了声叫老公送礼物 送名牌包包 果然女人都是包衣白衣 另外JJ表示老公从来都没有要求过离婚 更加是自爆范少皇所有的物业都在他名下 爆料说范少皇如果跟他离婚 他会很辛苦很吃虑 没有人照顾他之余 连财产都没有 JJ还自爆物业分布香港 还有内地 唯一的兴趣就是赚钱买楼 果然是越有钱的女人越努力 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怎样选择呢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恭喜 谢谢观看